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毫无公信力可言 大家不要太放在心上 这一小撮议员拙劣的政治炒作成不了什么气候 只会自取其辱 我们也正告民进党当局 勾连外部势力谋独 注定失败 此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充分凸显了香港背靠祖国 联通世界的趋位优势 有力证明了香港 游乱倒置的良好局面 今天的香港 正在向着 游质极星的新阶段 阔步前行 个别势力唱衰香港的图谋 不得人心 也绝不会得逞 家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人为的 对中家企业间正常的经贸投资合作 设置障碍的做法 与其自身标榜的市场经济原则 和国际经贸规则 背道而驰 不利于有关产业发展 有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中方 敦促家方 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力打压 为中国企业 在家正常经营 提供公平 公正 非歧视的 营商环境 中国政府将继续 坚定维护 本国企业的 正当合法权益 中方期待 舒尔斯总理任内 首次访华 取得成功 中德是全方位 战略伙伴 今年是两国建交五十周年 半世纪以来 交往合作已充分证明 两国的共识 多于分歧 合作 远大于竞争 双方是伙伴 而不是对手 均从对方的发展 和中德务实合作中 受益 发展好中德关系 不仅汇集两国 也有利于中欧和世界 中欧要继续 秉持务实合作 互利共赢的主基调 同德方 一道推动双边关系 进一步发展 为世界和平稳定 贡献更多力量 关于你提到的 中德之间的一些 分歧 比方说在涉疆问题上 涉疆问题 是中国的内政 中方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 是一贯的 明确的 中国的内部事务 不容外部势力干涉 关于中国人权 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 中国一贯 尊重和保障人权 是世界人权事业的 重要贡献者 促进和保护人权 是全人类 共同的事业 中方 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同各方 开展人权对话与交流 推动全球人权治理 朝着更加公平 公正 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但中方反对 以讨论人权问题为幌子 干涉 中国内政 对中国 进行 污蔑抹黑 中德之间的 务实合作 是两个 主权国家 之间的事情 美方 不应 无端攻击 更没有资格 插手干预 美方官员 对于干涉 包括所谓伙伴国家 在内的别国事务 还洋洋自得 这充分暴露了 他们一贯的 霸权主义心态 和胁迫外交的恶习 中方始终依法 一规 处理外国记者来华 常驻申请 并为外国记者 在华采访报道 提供便利和协助 2020年 加拿大广播公司 原驻华记者 自行离任 中方 克服疫情困难 为其办理 离任手续 提供了便利 根据现行管理规定 外国常驻新闻机构 连续十个月以上 无常驻记者 视为自动终止业务 其常驻机构证 应予注销 加拿大广播公司 无常驻记者时间 已远超十个月 但考虑到疫情因素 中方气味注销 上述媒体 驻华机构证 此外 北京冬奥会期间 中方还为包括 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 在内的 多名 加拿大媒体记者 来华采访报道 提供了便利 我要强调的是 中方始终欢迎 外国记者 依法依规 在中国 从事采访报道工作 同时 外国记者在华 应遵守 中国法律法规 恪守 新闻职业道德 真实客观地 报道中国 为增进两国 友好合作 和相互了解 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 感谢您的感谢 感谢观看